我们来介绍 Photoshop 这个软体并且做一些案例啊 那我们利用这个影像处理出一个简易的唱片封面 那回去你可以把影像换成你自己啊 然后怎么变成唱片封面 我们需要讲皮肤的论识 还有调色 再来滤镜的介绍还有文字工具 然后借这个例子来介绍 Photoshop 的基本操作跟观念 OK好那你先把这两个这个原始党打开 这个完成党你可以参照 那打开之后呢要关掉打这个叉叉 打这个叉叉哦 那 Photoshop 开启旧档的方式可以从这里开启旧档 然后找你的路径把它打开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方法就是 把档案中档放到旁边直接选两张 选一张丢进去 这样也可以开启旧档 这个是 Photoshop 开启旧档的两个方法 那也可以利用它的管理器 它有一个档案总管 Adobe 系列的档案总管叫 Bridge 那 Bridge 也可以打开 它开启 Adobe 的档案总管 这个 Bridge 它是一个浏览软体 是一个管理档案的一个软体 那只要换了 Adobe 系列 只要换了 Adobe 任何一个软体 都会装这一套 这一套呢叫 Bridge 它可以浏览 Adobe 各式各样的影像格式 也可以从这边去打开 首先介绍 Photoshop 的界面 好 Photoshop 有中文版 所以我们在学习上会蛮方便的 这个是下拉式选单 每个软体都会有的 然后左边是工具箱 任何 Photoshop 操作影像合成处理的工具 都在这边 我们就边讲边介绍 那新版本的工具箱 它排成一排 那如果你萤幕解析度不够大 不够大的话 下面会被遮住 所以这边可以切换成旧版的 旧版本是两排 新版本一排 好 那新版本的开启档案之后 它的标签是并列的 所以一开始 如果你曾经有学过的话 玩新版本 开始的时候不习惯 所以这个你慢慢习惯一下 因为这样的界面的分配操作 还蛮方便的 好 然后工具呢 你选了什么工具 上面呢 会有一排工具的属性链 这个工具相关的功能 会秀在上面 所以我现在点第一个工具 这个长这样子 点第二个又不一样了 点其他的工具 它会呈现那一个工具 相关的参数 所以这是工具的属性链 然后右边是面板 各种影像处理需要用到的面板 这个有讲到 我们再来记 那首先你先把界面弄乱 这个面板 在这个面板标签上 按住滑鼠左键不放呢 这样的面板是可以卸下来的 这样可以拆卸下来 那一开始先把它弄乱 那弄乱之后怎么回不回来 这个要会 那这个面板拆下来之后呢 可以让它垂直排列 拿这个标签 拿这个标签接在下面这个地方 更正 这个标签是把面板拆出来的 你如果要接在它的下方 拉标签上面这一条线 然后靠近这面板的下方 变成一条 蓝色的线之后放开滑鼠左键 再次 拉这个地方 靠近面板下侧出现蓝色的线 放开滑鼠左键 这样就接起来了 然后这面板点两下 可以变成像这样的模式 再点两下 点两下 这个可以展开 也可以收起来 也可以 接在这个地方 它可以变成一个小图诗 那也可以透过这个标签拆下来 变成浮动的 那也可以接成一排 拉这一条 接在上面 拉这一条 接在上面 这个面板 你可以自由的搭配组合 也可以把它砍到这边 变成小图诗的方式 然后这个按钮 可以把它整个展开 所以可以变两 好 Forechop的界面弄乱掉的没关系 这边就是故意要让大家 把界面弄乱 乱了之后呢 怎么回复回来 好记一下一个功能 在软体右上角这个地方 这是属于工作区 他把常用的一些不同的行业 他所常用的工具面板的搭配方式 都有做了一些设计 那我们用的是基本功能 那如果你基本功能 这样的界面位置都弄乱了 或者是有些面板都关掉了 然后你一开始学的时候 可能不知道到哪边去找这些功能 这都没关系 你就要选择从设基本工作区 基本功能这样工作区的功能就可以了 就回来了 这个就是Forechop刚装好的版面配置 然后他还有针对不同行业设计的工作区 譬如说做3D类的 3D类的在Forechop新版本可以载入3D模型 然后到里面转各个视角 在里面画贴图 这是他蛮方便的功能 然后动态就是做影片剪辑 或是做Forech 网页GIF动画 还有绘画就针对画家 用数位比感压比在做影像创作的 摄影是针对摄影师有关 数位影像数位底片的操作 印刷样式就是针对出版业者 所以他这边针对几个行业在做的一个工作区的设计 那我们刚开始也建议用这一个基本功能 所以他就切回基本功能 OK 所以Forechop弄乱掉的都没关系 只要透过这里重设回来就可以了 那你也可以自己设计说 譬如说我常用这个颜色 我常用这个色票 那样式可能不常用我就关掉 然后这三个可以把它并排在一起 色票呢 那这个色票标签 按住滑鼠左键不放 放到颜色的旁边 它变成一个蓝色框框 跟刚才的蓝色线不一样哦 它会摆在它旁边 好再次 这面板拆开 在这个标签面板 按住滑鼠左键不放 这个是接在下方 这个是摆在旁边 跟这个面板合并 所以这三个就组合在一起 然后就可以直接接在 这个位置上 好 然后可以用展开或者是最小画的方式 那这个也可以再接在这里 这个也可以接在这边 好 那这个就是我常用的工作区 那这个假如你常用的话 我们可以新增属于自己的工作区 好 那我叫Eason 叫我建立一个Eason常用的工作区 好 OK好 那建立完了之后 以后要回基本功能就有基本功能 更正我重设基本功能 要回自己专用的工作区 就是自己专用的 好 所以这个工作区还蛮灵活的 你也可以做删除 也可以重设 好 那你可以切回你所要的工作区功能 再来Photoshop的界面 好像从CS6开始都变黑色系 那有些人会不习惯 所以我先讲一下 如果你想要回复原本的色系的话 在它的环境面板 编辑编号设定 这边有一个界面 界面 所以你可以换一下哈 换回原来的量的 深一点 这预设的 那你觉得不太够黑 那再换成我们3D常用的更黑的 好 这是界面的设定 所以这很方便的调整 再来还有一个标签 这个效能 这边提醒一下 这边 这边建议 如果你的电脑这边可以用的话 建议打开 因为它可以让我们方便使用各种 互动式灵活的操作 而且在显示速度上会更方便 这个是GPU 它会抓你显卡 显卡GPU的功能 如果你的显卡有支援GPU的功能 它这个选项是可以勾的 它可以勾的话呢 它的操作的显示方式会不太一样 这边建议你打勾 有的话都打勾 那如果你家里是不能用是灰色的 那个是显卡不支援GPU的功能 所以这边就不要管它了 你可能操作上回家在操作上 那跟我们这边显示可能不太一样 那这边提醒 如果有的话建议打勾 如果没有的话 可以忍着用就忍着用 那真的不行 就换一张显卡 有支援GPU的 一般高阶的游戏卡都有 高一点游戏卡都有 我们这边是内建主机版的就有了 所以这个是看晶片的支援性 好介面这边的颜色你可以往看看 你有些人习惯亮的你就改回来 Max也可以改回亮的 如果不知道再提出来跟你讲 然后效能的部分 确认一下有勾哦 那也建议打勾 其他的有讲到我们在说 这是Photoshop介面的设定 都在偏号设定的这个地方 Ctrl加K可以打开 然后不同的功能在左边 点左边右边就有不同的参数 OK 再来Foreshot的一些基本操作 好放大缩小 放大缩小基本上是用这个放大镜 那这样操作比较慢 不建议用这个 好用 Ctrl加 Ctrl-这个Ctrl加 加是放大 Ctrl-是缩小 那Ctrl按着 再按住加不放 一直加一直加 最大多少 3200 然后放大到最大的时候呢 会有像素点 Ctrl-按着一直按着 一直说一直说一直说 收到最小多少 0.102 好 然后再来还有一个Ctrl-0 显示全部 全页 这样操作比较方便 然后Ctrl-加按右边的Ctrl-加 这样一只手操作才按得到 我们键盘用一只手就好了 不要用两只手 好一只手 卡不住加卡不住减 好 OK 然后当我们放大到很大的时候呢 这个 画面有些就被遮住 那卷轴是可以这样卷动 但是这样麻烦 建议用 手掌 可以移动 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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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住空白键 然后再移动 所以很多人刚在学3DMass的时候 都会去按空白键 如果你习惯 Adobe系列绘图软体 他都会 都是按空白键 啊 学3DMass按空白键就上属了 那个概念不太一样 按住空白键 可以去平移 好 然后刚才有提到 显卡加速这个功能 校长这地方一个显卡加速 他的一些特殊显示可以这样 按住空白键不放 然后这样 他有这种加速功能 这种 他会有这种加速功能 好 这个才有 还有再来 当我放到很大的时候 会出现一个格子 这个是像素点 这个都要启动显卡加速 才会有的功能 然后另外一个 旋转 他可以去转画面 这个也要启动显卡加速 才会有的 如果你没有启动显卡加速 这几个功能都不会出现 好 那这转画面 这是模拟painter画图的时候 我们在画图的时候 都习惯转画面 好 那转完之后就重设 回正的模式 所以这一个地方 这个 你可以玩看看 但是目前我们比较 做影像合成 比较 比较不会用到这个 做完了 重设 这几个都必须使用 显卡 GPU加速 才会有的功能 好 提醒 这件事 接着我们介绍 皮肤的润饰 皮肤润饰有几个工具 这一排都是 这一排都是 那比较简单的 比较简单是污点修复 那直接把污点修掉 那你看一下这个笔刷 我们说加放大 好 我们说简缩小 然后 先讲一个显示的差异 我一般选到的时候 是一个圆圈圈 那 Photoshop有一个显示切换 如果你打字输入法是大写 它就变十字 这叫精准模式 那如果现在打字输入法 是小写的模式 就是你有没有按cap lock 键盘 左下角第三颗 有没有cap lock 按下去 你右上角的第二个灯有亮 这代表现在大写模式 按一下灯没亮小写模式 所以 Photoshop的一般模式 就小写模式是叫笔刷模式 然后它的大写的功能 启动之后 这个叫精准模式 这样我就知道 我刷上去那个点在哪个位置 然后但是看不到那个范围 所以我们比较习惯用这个范围 所以在这边 大小写的切换就是这个 这个 到底要显示精准模式 还是一般的笔刷模式 这个由cap lock 切换 好 然后这圆圈圈就是涂抹的范围 这涂抹的范围在这里设定 在这里设定 好 然后 Foreshop 新版本 以前旧版的 你再改笔刷大小 还有一个快速键 就是左挂鼓 右挂鼓 Enter上方不是一个正吗 正的左边有一个路跟街 那两个有没有 一个左挂鼓右挂鼓 基本上是用这个 以前旧版的 从C 好像CS5以前都是这个 现在也是这个 但是 还有更快的 还有更快的 好 Auto加右键 就很像玩3D一样 Auto按着加右键 好像从CS5开始就是换这个 而且你们看到一个圆圈 一个红色的图案出现 这个提醒一下 也是要启动 显卡加速才会看得到哦 你如果没有启动显卡加速 是看不到 红色的半透明效果 好 所以Alt加 右键 不放 左右拉动 滑鼠 好 左右拉哦 左右拉哦 左右拉你注意看上面写什么 上面是不是有一个直径硬度不透明 谁在动 直径在动 所以Auto按着加右键不放 左右拉是改变什么 直径的大小 然后上下拉 上下拉哦 上下拉不一样 上下拉改变什么 硬度 硬度 硬度是什么 你注意看 圆圈圈边缘的程度 边缘的锐利模糊程度 那个叫硬度 OK 再来皮肤的润饰哦 皮肤润饰就是 先修掉它的瑕疵 用的是污点修复笔刷 这个比较简单 好 那在修的时候注意 比刷的圆圈圈大小 你不能太大哦 你不能太大 也不能够太小哦 好你要就是符合你要修的那个范围 然后这个这个功能有个好 好处哦 就是它会 它会增测你涂抹的区域 然后会计算周围影像的关系 然后修掉你涂的那个范围 所以我现在先改到这个适当的大小 然后你在做的过程一定要把画面放大 看到你有瑕疵的那个区域 然后在圆圈这个范围 按住滑鼠左键不放拖曳 会有一个比较深黑色的 然后我现在只要放开之后 它会去搜寻周围的影像 跟这个暗黑色这个区块的关系 然后修掉暗黑色这个范围的影像 我现在放开咯 这样就修掉了 所以我在这里点一下放开 这里点一下放开 所以你点的那个范围 它会去搜寻周围影像 跟这个点选范围的关系 然后决定这个范围应该修掉 应该填上哪一个颜色 应该计算出哪一个颜色 这是这一个污点修复笔刷的原理 所以你的笔刷大小很重要哦 你不能够太大哦 你不能太大 比如说我这么大好了 那我在这里涂 放开 它可能不是你要的哦 因为它去搜寻周围 跟这个你涂的那个色块的关系 所以你如果太大的话 可能搜寻的不是你要的 那太小的话 可能又不是很漂亮 所以你一定要控制这个笔刷的大小 所以这个是蛮重要 然后点的时候不是 不是说一直拖一直这样 一直拖一直拖一直拖 脑现在放开了 也不是这样 我会越修越糟糕 是点你要的 点你要的放开就好了 点放点放点放 或是涂一点点放开 你不要涂了一大堆之后再放开 因为它的原理是会去搜寻周围的影像 跟你涂抹的关系 所以涂抹的大小范围会决定 这个区域修掉的程度 好 所以这个你修看看 然后修片的原则就是不要修的太夸张 不要修到跟自己不像 你不要把50岁修成20岁 这样海关过不了 OK 好 所以那个不能修到 那个年龄差太多 这样又很假 然后又又不是本人 好 好 所以这个在修饰影像的原则就是 要修到 让人家 看不出来有修过 那才高干 你不要看了 修完之后 人家就修过了 那这样反而 会很假 好 那这个 你先 这样子涂抹 然后脖子 比较不重要的 这边 是看你修不修了 好 这个 所以我们在做皮肤论事的过程 好 先处理瑕疵 把不必要的瑕疵 先修掉 好 然后注意笔刷的大小 这样不断的改变了 不是一个口径从头涂到尾 不是了 好 这里还一些些 好 脸部修好之后 Ctrl 0 看全部 好 那我们现在要把比较不好的地方切掉 有时候我们在拍照的时候 因为为了抢 为了抓到美丽的这个表情 那你就会忘了考虑到姿势的重要 所以你看他把手臂拍的哪么厚 好 所以这里这样就不好看 应该修成这样子 才看不出那么粗的手臂 对 所以这里要修饰一下 所以我们在拍完照之后 有一个事后构图 事后构图就是一个裁切 你要把不要的切掉 好 按下裁切 它新版本是这样子 然后在上面是它的属性面板 预设不是1比1 预设是未强制 好 未强制的 好 那我再先离开一下 再做一次 那预设会跟你的影像一样大 然后在这里可以拖曳 你要裁切的大小 这样 然后我们在构图的时候 会有一个三等分的两条线 垂直两条 水平两条 刚好可以在水平分三乘三的三等分 然后你这边可以进行构图 我们的视觉焦点 尽量都放在这两个十字线交汇的这四个点上 好 所以你可以在里面可以移动影像 在这边可以控制大小 在外围这里可以控制旋转的角度 如果调出这个是你要的里面 点两下 这样就裁切好了 好 做错的话 还原 那4SR还原只能一次 那它的还原的步骤是设计在这里 这个 如果做错的话 你要Ctrl-Z只能一次哦 那你要还原很多次 必须用这个步骤记录的面板 这个 然后这样把它还原回去 好 这个收起来 4SR只要按Ctrl-Z都只有一次 你要Ctrl-Z Ctrl-Z Ctrl-Z 4SR只能一次哦 所以你要还原很多次 必须使用步骤记录的面板 这个要记一下 好 再做一次 按下裁切 裁切 你也可以直接拉出你要的 以前是这样子 那如果不想裁切 可以按键盘上ESC取消 好 那新版本可以直接在这里 框出你要的 如果不要按ESC 也可以用旧版直接拖曳出你要的范围 然后在拖曳的过程 如果要正的话 按住 Shift键 就可以拉出正的 然后在里面去调整 我们要的这个范围 好了之后完成 点两下 或者打勾 这样就裁切完毕 再来进行皮肤的美化 好 那美化的技法 入门板 我们先介绍入门板 好 这个蛮好用的 记一下 先把背景这个图层 先复制一个 在Forschach复制图层 就是把这个影像 按住滑鼠 左键不放 拖拖拖拖拖 到下面一个白色纸张 变成拳筒 放开 他是复制 复制你抓的那个图层 那如果这个图层不要了 按住滑鼠 左键不放 抓到垃圾筒 变拳 放开 这样就删掉了 好 那这个白色纸张 叫新增图层 新增新增新增 新增 新增是空的 Forschach新增图层 都是空白的 透明的 那如果不要的话 可以按住滑鼠 左键不放 拖到垃圾筒 也可以Shift直接连选 Shift连选 多层 再拖到垃圾筒 一次删掉三层 好 那如果你抓的是背景 这个影像 拖到白色纸张 那这样的方式 叫做复制 好 那复制完了之后 把这张影像做模糊处理 Forschach的滤镜很多 但是不见得 每个都用到 大概上百个 那常用的 也就那几个 所以有讲到的滤镜 就记一下位置 好 我们这边常用一个模糊 模糊底下有一个 叫高湿模糊 这用的频率最高 高湿模糊 好 高湿模糊 就把影像变模糊 注意强度值了 就好了 强度0 很小 甚至更多 素质越多 越模糊 有没有 这样 好 好 你觉得不好看 这样比较好看 朦胧美 好 所以自己抓一下 这个 模糊的程度 这个 好 那这个你自己抓 那我这边模糊在调什么 我在看什么 我在看这个颜色均不均匀 我不再看影像 我再看颜色均不均匀 你注意看 这个颜色就是你待会的肤质的细腻度 就好像女生的粉底 打粉底 铺粉底 这样 好 所以现在再调这个就是 你的皮肤的那个均匀度 好 ok 好 然后再记一个概念 Photoshop 上层盖下层 眼睛关掉 就看到下层 瑞利的 眼睛打开 就看到刚才做模糊的这一层 那模糊的打开 就会盖掉下层 清晰的影像 Photoshop 上层盖下层 那如果你不想看到这一层 眼睛关掉 打开 这叫显示隐藏 ok 上层变模糊之后 那影像就不清楚了 那我们既有模糊这个地方 要改变它的混合模式 然后会跟底下原本清晰的影像 就融合 好 这个是 Photoshop 的混合模式 好 那请搭配我给你的一张讲义 一个讲义 混合模式 混合模式呢 它有各种的原理 那换成不同的模式 它不同的颜色 会变透明 或半透明 或者做加深 或加量 或多对比色等等 相关的原理 请参照这份讲义 好 那左边是 中文版 右边对照英文版 你也说用到英文版 或是一个 MAX的混合模式 MAX的混合模式 一样遵循这个原理 MAX也有混合模式 MAX里面有一个 Photoshop里面的合成贴图 那原理跟这个原理是一致的 所以你先要有这样的观念 所以我这边给你一个 中英文对照的混合模式 以后用到英文版的混合模式 那原理相通 再对照一下 这里的中英对照 好 那不同的混合模式 会有不同的效果 我现在把这一个 这上面这一层的混合模式 就是换成绿色 绿色 然后比较亮的地方提更亮 然后再来 影像会跟底下的原始影像做融合 所以这样做出了一个 柔焦的效果 好 那这个绿色跟下层混合之后 它的明度会比较高 那如果你觉得太高可以换成别的 另外一个覆盖也蛮推荐的 覆盖颜色对比会提高 然后饱和度会提高 然后它跟底下原本的肤脂融合在一起 就会有一种上妆的感觉 好 所以这两个蛮推荐的 再用绿色 绿色整体明度提高 然后覆盖 它会明度就是对比提高 然后饱和度提高 然后颜色对比加深 好 所以这两个你可以玩看看 那如果你觉得覆盖之后对比太强了 那饱和度太强了 你可以换掉 不是换掉 换成其他的 或者还有一个调整变数 就是透明度 把这个涂层的透明度降低 降低 降低的话 这个混融合的效果 就会刷蛋 刷蛋之后 它的对比性 看起来就不会那么的假 那么的鲜艳 这样会很鲜艳很假 稍微降低一点 让这个效果减弱 那这样的肤质又不错 对比又提高 饱和度又够 好 使用前 使用后 使用前 使用后 那你可以再换成 绿色再比较看看 好 这样子很朦胧 太假了 把透明度刷蛋 这样子 好 淡淡的一个柔胶 然后皮肤又有粉嫩效果 我们看一下使用前 使用后 使用前 使用后 好 那有人说一亮遮白丑 有没有 把它拍 脸部拍白 很多瑕疵就修掉 这是比较简单的 那混合模式 还可以让肤质变得更 柔和 更细腻 好 这个就是混合模式的一个功能 好 那至于用哪一个 你可以去拆看看 玩看看 这个好不好 这个好不好 不好你就不要用 你可以多去使用 那这边比较推荐是绿色 变量 覆盖 变暗 然后对比提高 好 那这边你可以玩看看 你要的效果 那原理 就对照 这份奖励 ok 这个美化肌肤的入门版 我们就做到这边了 好 那我先给各位看一下 比较进阶的 这是简单的 所以我们讲到这里就好了 给大家看一个进阶的 使用前 使用后 下巴也要修过 有没有 所以都不用去美容了 用做大美容 小美容 使用前 使用后 所以杂志上的一些化妆品广告 然后一些 歌星的唱片封面很多都修过的 所以旁边摆一个 摆一个乳液 摆一个化妆品 是不是就是一个广告了 对吧 好 所以这个是比较进阶的版本 杂志上看到是都长这样子 对吧 这个就比较真 就比较真 这个就比较假 有没有 好 那这个是入门版 我们到这边 有机会我们再讲进阶版本 ok 再来我们要做唱片封面的 这样的效果 类似这样的效果 那这个皮肤修过 但是没有做美化 没有做美化 但是美化有点假 你可以对照一下 这样就比较锐利 这样就没有 好 那我们先做到这边 然后把这两个合并 合并 那为了保留这个记录呢 我们先复制出来 这两层复制出来 然后把这两个合在一起 因为合在一起 才能够做其他的修饰 才能够做其他滤镜 这两个合并 这两个合并在这里 有一个叫合并图层 这合并图层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有选取 会合并选取的 那如果你没有选取 会全部合并 合并 眼睛有打开的 所以现在只要合并这两个 所以下面两个不要合并 所以这两个选取 然后把它合并 这两个就合在一起了 合并图层 好 那这合并完了之后呢 我要做一点这种处理 让感觉好像它隔着玻璃探头出来 看着你的效果 好 所以这一个毛玻璃怎么做 好 介绍一个滤镜 要合在一起才能够制作 好 介绍一下这个毛玻璃 这蛮常用的 好 把这里选起来 然后介绍一个滤镜 滤镜 像素 马赛克 我们常看过这种效果 有没有 尤其报纸 有没有 有没有 好 所以为了不让大家知道是谁 我们常常做这样的处理 有没有 马赛克 有没有 针对选取的区域去处理 好 然后你在做处理的时候呢 一定要先选取 如果没有选取的话 你直接做像素的马赛克 那就大家都变马赛克 这样就不知道这个是谁了 好 所以我们在做处理的时候 你要先选取 ForeShop 选到哪个地方做什么事情 蛮重要的 那选取有这几种 举行 按住滑出左键 不放拖曳 拖曳 好 可以拉长的 可以拉扁的 那我选这里 这里就不见了 我选这里 这里就不见了 一次只能选一个 那加选用这个 这个是加选 所以你去看游标 右下角出现一个加号 加进来 加进来 再加进来 再加进来 这叫加选 然后 这个叫做 简选 好 你去看游标 右下角出现一个减号 所以我可以扣掉这里 我可以扣掉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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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掉 好 然后再来 这个是交集选取 两个重叠地方留下来 所以我现在先选择 这个区域 然后交集选取 我可以选这个区域 所以他们交集的是他的右眼 所以我现在只会留下右眼 好 所以我在选取的时候会有一次选一个 加选 减选 还有交集的区域 留下来的交集选取 好 这是选取的功能 那选取还有 椭圆 好 然后这是复杂的选取 可以选套索 不规则 有时候复杂就要用到不规则 还有多边形套索 就是点放 点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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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圆点 右下角出现圆圈圈 完成 这个叫做 多边形套索 然后磁性它会有个磁力 会吸住一个边缘瑞利的一个区域 好 这个用的不多 好 那选完之后呢 我们就要取消选取 取消选取 蛮常用 有时候我们常选到一个东西 你有选取 作用就会在这个范围 如果你没有选取 作用是 全部的范围 所以我们选到之后呢 常常要做一个取消选取 取消选取 蛮常用的 所以要自己快速键 Ctrl 加 D OK 再来选择我们要的范围去做 马赛克 所以在选的时候呢 把画面缩小一点 因为我们现在要选一个矩形 要超出画面之外 所以你要从画面之外 这样拉过来 这样才可以画到上下的边缘 如果你的画面太大的话 你这样画的过程这样 可能这边画到了 那上面可能没有画到 这样麻烦 Ctrl 0 看全部 Ctrl D 取消选取 他们说减 缩小 把画面缩小 然后用选取工具 再放大一点点 好 这个区域 选取 然后我要再选一个 所以要进入加选模式 再加 这一个 再加 这一个 再加 这一个 好 然后这边再一个细细的 好 好 针对这里 这里好 去做一个滤镜 像素 马赛克 好 然后在这个过程 你还可以把画面放大一些些 好 然后 马赛克处理 好 不要太多 不要太多 让影像有点 透过毛玻璃有点扭曲 就可以了 好 确定 取消选取 Ctrl加D 好 这就是整个隔着毛玻璃 来观看的一个效果 好 再来介绍一个调整图层 因为我现在想改成同色系 改成另外一个色调 所以现在介绍一个调整图层 Forshot这个地方会有很多的功能 这叫调整图层 你只要点了一个功能之后 点了一个功能之后 它会在你现在选的图层的上方 加了一个图层 那个图层是用来控制下方 所有图层的各种颜色变化 这样的图层叫做调整图层 这个 那你在用什么功能 点了我刚点摄像饱和度 所以这个就摄像饱和度 然后它的选项会开在旁边 那你可以调不同的摄像 这个功能会影响下层 下层所有的图层 不会影响上层 调整图层只影响下层 所以这个是用来调摄像的 这样就改变不同的色调 那做错了可以还原 好 所以这是摄像 那有讲到什么样的功能 你就要记一下 好 那这个先丢掉 丢掉一样拖到垃圾桶 丢掉 那这个图层就没作用了 好 所以就回复原来的样子 好 然后介绍一个 我们常用的 叫做相片滤镜 相片滤镜 就是我们在拍照的时候 会在镜头前面加一个有颜色的镜片 模拟拍出来各种色调 以前在还没有ForeShop之后 我们都会买很多的滤镜 装在镜头前面 然后营造这样的色系 那现在有ForeShop 就不太需要那个滤镜了 好 所以这边有各种颜色的滤镜 好 各种软色调的 冷色调的 红色的 其他等等 好 那这样就可以依照这个色调去做叠加 然后调出 拍出一个更有味道 或是更有气氛的一个照片 那这是用后置来处理的 好 所以这边可以选择你要的色调 那如果这色调没有你要的 你可以直接选择颜色 然后去调出你要的色系 这样 好 那颜色明度越高 效果会越明显 然后你可以加深一些明度 这样就有一个色调 然后你可以再加强说 诶 浓度深一点 或是再刷淡一点 好 依照这个颜色再加深浓度 或是减弱程度 好 那这个眼睛关掉就没有作用 使用前 使用后 使用前 使用后 这样就调出一个色调的效果 好 再来最后的文字 文字 打一个文字做点缀 这样就会一个唱片封面了 好 那打字呢用到这个T 打字有很多种 这是打水平 这垂直 那下面两个打出来只是一个选取框 那打字的方法两种 第一个点一下 点一下 然后自己新增一个图层 那就开始打字 然后你用点一下的方式呢 打出来的字呢 会一直向右跑 这样的文字呢 叫做标题文字 标题文字 我弄小一点 好 然后文字的属性大小都在这边做更改 这个是一个大标题 标题文字 然后打字的第二种做法是拉框框 我现在在这里按住滑梳左键不放 拉一个框 放开 它一样会自己新增一个图层 那我现在开始打字 当我打完字之后 它只会在这个框框里面 所以F之后就到这个边界线了 然后你再继续打字的时候 它会往下一排 它会往下排 它就不会超出这个框框 这样的文字呢 我们称为段落文字 打很多文字 很多小文案啊 很多的文章的时候 是用这个段落文字 那如果你只是一个标题 那就用这个标题文字 所以在打字的时候呢 你要决定到底是点一下 还是拉一个框 打很少的字点一下就好 那你要打好多排 再拉一个框 好 所以打字的时候注意这个 然后打字完之后 它会自己新增一个图层 那删掉文字的方式 一样 图层丢到垃圾桶去就好 好 再讲一次 好再做一次 文字T 点一下 标题文字点一下就好了 好 好 好这边 看你要打什么字 好 好 打完之后离开 打完之后离开 用 选取工具 点一下 完成打字 那你打什么字 你的图层名称 就是用那个字 来做命名 那如果你想要修改 想要修改 在T上 点两下 离开 切换到选取工具 如果要修改 点两下 然后参数都在上面 那这是字的大小 然后修改完之后 如果你想要移动 在反白的范围之外 会变成移动工具 在这个里面可以反白 然后在外面可以变移动工具 这样就可以移动了 然后你想要改这个字的颜色 就把它反白 然后颜色可以调整 文字的颜色 就改掉了 好 你可以反白这一个 来改它的颜色 那文字的颜色 就改掉了 在外面 可以移动 然后 然后要反白才能够改字型 颜色 大小 等等 英文字就挑 英文字体 然后 大小调整 我现在只选一个 改的话只改一个 如果全部要改 看不错 A 全选 看不错 A全选 我可以大家统一换 同一个字体 大家统一换 统一个大小 大家统一设定 单一个 原 色 也可以到这边来吸你要的颜色 然后再统一调 大小 统一 换字体 那换字体比较快的方式就是把它反白 按上下键 很快可以找到你所要的 文字 好 做完了 再调整 离开 切换到移动工具 文字如果要修改的话 在T上点两下 好 这个M A N M A N才对 然后大小Ctrl A A全选一起去 调整 好 然后离开切换到移动工具 好 那如果你想要复制文字的话 Auto按着 拖曳 Forschot 复制物件是ALT按着 拖曳 拖曳 就可以复制文字 Ctrl Z Ctrl Z Ctrl Z 只能一次而已 只能还原一次 如果你要还原到很多次 记得用 步骤记录的面板 一次点一个 那点的时候点这里 不要点前面 点前面的意思不一样 后面再说 好 所以现在要复制一个图层 好 然后Auto按着 拖曳 这样就可以 复制 图层 好 然后点两下 点两下 就可以再进去更改 好 这是我们再复制一个方式 然后 大小 再稍微调一下 文字的部分我就 就不改 然后颜色再换一下 好 我们再做文字设计会一个主标 副标 简单编排 两个选在一起 那在这里 好 这样就一个简单的一个编排 简单的唱片封面 杂志广告等等 好 好 那这个文字的编辑复制 再补充到这里 好 这个案例就到这边了